美国总统拜登25日签署买美国货行政命令 规定联邦机构必须买美国货 此条款适用于政府每年花6000亿美元购买的商品与服务 拜登不只强调买国货 也有意发展绿能产业 拜登批评上届政府允许美国政府采购的汽车 就算含有大量非美国生产的零组件 只要比例过门槛就可视为国产 他决定要堵住这些漏洞 不允许被视为国产的汽车使用外国制造的引擎 钢等关键零组件 但拜登并未明说规划核实太换现有汽车 而拜登签署的买美国货行政命令中 也并未指示采购电动车 根据外媒报道 截至2019年美国政府拥有64万5000辆公务车 到2020年7月当中只有3215辆是电动车 若想要全部换车 可能至少要花200亿美元 但口口声声说要爱用国货的拜登 却被发现他日前手上戴的手表 是要价7000美元近20万台币的瑞士智劳力士手表 而同样爱说美国忧心的川普也酷爱奢华欧洲名表 但前总统欧帮马就真的爱用国货 经常佩戴底特律生产的 Shinola手表或加州品牌Drogate 请总统柯林顿在就职时 则佩戴美国品牌Timex手表 小布希继任时也跟进 带着售价不到50美元 约1400元台币的Timex手表 法宣社就报道 拜登受到的批评不只是手表价格昂贵 还有一个原因是拜登在呼吁大家爱用国货时 自己戴的手表却是瑞士品牌 鬼秀星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